想像棍08168优惠正案 当别人还在犹豫 就是您财富出油的机会 七百代单位的零发科是谁找到的 下一档图老师代名超越巅峰 30元50元100元200元 公司派准备作账第四季 您准备好了吗 强谱一档接一档 战胜追递就是现在 七桃太肉换墙 因为真正的强谱会超乎您的想象 加入Lite填写表单 过过打电话0225231988 想像棍08168超级毁装案 带您迈向台湖大波段 今天礼拜三 跟上礼拜三有什么不一样 差好多 天差地远 来看一下 这是上礼拜三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电脑画面图 上礼拜三最低点是15978 我这边画了一条线 我就不会再跌 KD指标在低档 然后而后 然后每天就涨 我们昨天也跟各位讲 这条下降压力线也过了 也跟各位讲说 这微效曲线 有没有 这条纪线已经开始翻上来了 所以今天顺利的又站上半年线 这都是多头要进攻的一个讯号 其实全世界股市都是这个样子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纳斯达克和费半 你就看得更清楚 这是加权指数 你一样看一下二三类电子股 是不是一样 二三类电子股事实上在 更强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它就碰到季线半年线 然后在下降压力线 它也已经完完全全站稳 这个多头反扑的趋势是完全没有改变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让各位看一下 各位最关心的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我们当时也跟各位讲说 没有人会杀在低点 那KT指标已经在低档了 而且是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位置低档背离 低档背离必反弹 所以以美国股市的位阶来讲的话 它季线也即将要翻扬 只要今天撑过去 季线翻扬 它就有机会挑战下降压力线 半年线 这是废半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也不防多让 他已经站上了季线 站上半年线 一样当时在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讲指标已经在低档了 不要再杀了 所以你们要看最棒的解盘 请你回去看上礼拜三 我怎么跟各位报告的 我说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常常在讲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机会 你看台积电 联发哥 又在创高了 我就跟各位讲 这一波其实你买几档股票就够了 你就看我节目 这几档股票再买 台积电那天是528块 联发哥是733块 光宝科是100块那一天 我终于看不下去了 我用光宝科来跟 另外一档PA的股票 我们做个比较 我说他赚钱 对不对 赚钱的公司赚了4.86 结果还被K到100块 我说这个绝对 绝对不止这样 结果你看几天的时间 光宝科怎么谈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光宝科 因为把光宝科摆在比较后面 那一天就是100块钱的时候 对不对 上礼拜三 没有人要解这个股票 我说AI股票我好久不解了 我为什么那天跳出来解光宝科 我说光宝科不差 第三季赚2块钱 上半年度赚2.86 4.86的股票会比穩帽差吗 我那天就是跟3105的穩帽做比较 我说奇怪 你们法人到底你们的眼界在哪里 不差的股票 只不过因为它叫做AI 你就要把它打到悲哀 有人做这种事吗 你要不要看一下光宝科 那天就是最低点 到今天你不要看这个 短短的这一段距离 长了16% 股价创低 二次黄金加差往上 位置低档背离 我坚信 它会重新回到这里 那应该很多人会解踏 这个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天100块 每天给各位看 我每天给你看 今天116块5 投信连续11天买超 所以有时候你们做股票 反而是最好进场的机会的时候 有时候会错过 这就是广宝科的故事 因为杰宜 杰宜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我就勾起他的回忆 有没有让实际提广宝科 谢谢老师 感恩你 不会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人很期待AI的股票 AI股票其实 你最近要看筹码 你就看广宝科就可以 因为广宝科 下降压力线也过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下降压力线过了 我这早就换了 他终究也会来到什么 先挑战半年线再挑战季线 而且 季线扣底的位置 再过个 七八天 他就扣底高的位置 季线扣底左下又会上 所以 我们要好好趁着这个机会 重新站上去 有季线翻扬以后 就有机会 跟加全指数一样 顺着这个四这样子翻扬以后 站上来 大家一定要有一点期待 因为真的不差的股票 要给他一点期待 所以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还是把这活动 强强棍 我说这个连发强强棍 你就 你如果看我节目 你都没跟上了 你就要来找我了 这个活动是为各位准备的 强强棍 连发一六八这个活动 你不要再犹豫了 这个行情就是 持续会涨就对了 而且强的股票 会超乎你想象 也许一档接一档 现在是对的行情 加上对的股票 就是大波段的成长 你不知道谁会喷发 你来找我 我连跟你讲最平凡的陌生人 我都可以 在别人看不懂的时候 我就说都是你的机会 这个够平凡了 这张股票够不够平凡 你们有看谁中华民国解盘 跟你解台积电 这样子解的 那天528块 我就特地把它印出来 我怕你不知道怎么做台积电 我怕你不知道怎么去回补缺口 我怕你不知道说 外资是拿来 用控盘用 而且我怕你不知道说 外资真的很爱台积电 只是他为什么要卖台积电 我才把这个筹码算给各位看 11月20号那天 收在556 他买了1万7千多张 而后又卖了5万3千多张 我说这个根本狗屁不通的 没有人这样做股票的 投信最勇敢 他连续买了18天 我还把当时的报告给你看 我说10月20号那天 上看725 上看725 这白纸黑字都是他们写的 上看725 上看718 上看705 上看700 最差的看700 最好的看725 就是那一天的报告 结果 因为控盘的因素 他打到 528块 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如果那时候敢买 今天 来到了557 一张差了2万9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 我只能说 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你们看到股票掉下来的时候 就不是好的现象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我才会把这张图表 让各位去想 你需不需要超越天风的节目 每个人都是在一个 适当的时机 都要办一些活动 要请你们参加 我为什么要解台 我每一次跳出来解台机电 或解联电 我都有意义 因为我不希望各位的荷包 你又不小心 好的股票你又卖掉 对不对 好的股票你又卖掉 所以我才会说 你看缺口有没有补 我跟各位讲说 缺口一定会回补 缺口补了 对不对 缺口补了 继续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 今天557 你看 涨上来了 外资又回去连续买四天 我说你说他们 没有人 随便 他们开心就好了 528那一天到今天的557 29块钱 你不用做别的 你光是光宝科就涨了16块半 你光是台积电就涨了29块 这样也不少了 这都是你很熟悉的股票 我也不是挑那些冷门的股票 跟各位做高杠 还有另外一档 也是700多块跟各位报告 就好比材料当时743块跟各位报告一样 这一档叫联发客 有人因为联发客而感动来找我 我9月25号那天 你说这9月25号你讲 我跟你讲 我还可以把这字卡拿给你看 有没有 留下的证据 如果是当天的封面的话 你随时你回去YouTube 就还可以找到他 你去看9月25号那天 我是不是上面就写材料 联发客将带动地刺激那些强势股 然后我就直接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联发客 所以你们联发客这一波你没做到你没赚到的我还能讲什么 我还写一个BUI说回测月线是买点 我怕你不知道第二天还跟你讲月线在733块 有够机婆了 当天没到没关系第二天我帮你圈起来第二天打到728块你绝对买得到733块的联发客 有没有728怕你买不到前一天跟你讲月线在733第二天打到728你闭着眼睛你都买得到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联发客这一段的旅程多好 从733 然后一路涨 我一路跟各位报告 到了800多块 819 842 849 854 掉下来我造极 我觉得他会继续上 他后来有一天刚好打到800块的月线 我这边还跟你讲说这个是景线那个line 底中有底的就最棒的就是这种图形 有没有 你们都看到了 我没有说因为到800多块 850掉下来我就不讲了 还是继续跟你追踪 我始终就是看好的 然后直到这一天 我一直说看到1200 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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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跳到864 我记得还有很多人一看到报纸 有开始在讽刺外资 当然外资有时候原型不一致 但是这一次我不断地在盘中或盘后节目跟各位讲 你就相信他一次嘛 你难道不希望联发客变成千元技术部的议员吗 应该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吧 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一直想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我每天就结给各位看 877 876 890 899 今天的联发客来到916 你就看我节目就好 好不好 我也不用跟你解太多的股票 从733块的联发客到今天的916 涨了183块 你还不够感动吗 你做股票有做过那么犀利吗 你问我卖了没有 我说我干嘛要卖 外资连续三天买差 投信连续七天买差 他的名字叫做联发客 联发客用月线来操作 非常好操作 来我们看一下 上次打到月线 就在9月25号那时候 跟各位讲回到月线 都是买一点 他都有回 我说我讲完以后 还有来到728 我说733 还有来到728 还有来到730 你733不可能买不到 好不好 你733不可能买不到 你有两天的时间可以买 因为我在这一天的时候 跟各位讲说月线在733 有没有 733就是这里来的 732.95就是733 我就直接跟你讲733 第二天打到728 你733买得到吧 然后9月28又打到730 你733买得到吧 那就没话讲了 上来 带大量过景线 来到854 掉下来 我还是每天跟你解 这一天刚好又回到月线 你看一下月线是801 那天低点800块 你月线绝对买得到 你说我用技术分析箱 跟各位教还教得不够清楚吗 10月27号那一天 它的月线在801块 它打到800块 穿过去 你绝对买得到月线 你又不买 你就算那天买到800块 今天来到916块 也涨了116块 你说 你要不要有联发科 我知道 有人很早就放弃联发科 但是我对联发科 我为什么说 它不是只有填锡而已 它是出现了一个 那么大的底部形态 最起码走个 一比一的最小满足测误 有没有 你说看我全部都很清楚吗 这才是真正做股票的一个精髓 你要吗 就不要做 你咬住了就不要放 这样子才赚得到大钱 当有一天联发科 真正来到千元技术部的时候 你觉得要谢谢谁 我很久以前就讲了 有些人做股票 有些观念要改 怎么会有改法 我733块钱 你买联发科 你可不可以把它想成是 73块3的股票 你买10张 意思是一样 你要赚的是那个价差 而不是执着在说它好贵 你733块买的时候 你知道未来会到800到900 甚至1000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733是贵吗 股票市场上就是这样子 你要买对点 你要买对位置 你要买得巧 这才是你要的 你看我讲的股票也不用多 当机会来的时候 它一打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买到528块的台积电 你可以买到100块钱的光宝科 你可以买到733块的联发科 800块的联发科 你何其有幸 我来讲那么多股票干嘛 有啦 我最近有一档新的股票 很棒 它跟纳斯达克跟费办一样 也是背离的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公开 我不能公开 因为一公开你们都好聪明 就找得到了 所以我说我有类似这种联发科 这种股票 你们都很熟悉的 而且我这样直白一点跟你讲 AI要动 你想做AI的股票的投资朋友们 或者是你套在AI的投资朋友们 这个强强棍联发168的活动 更值得你来参加 你有没有想说 你AI的股票要反败为胜 你们就闷了那么久 AI的股票要不要动 其实看一档股票 大概也知道 AI股票真的要动 你看唯一你就好 真的 它也是很贵的股票 你看这档股票 它也是AI的代表 你看看它月季好 你看看线型好不好 这底都打出来 所以你如果有其他AI的股票 你做不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为各位量身定做的 强强棍联发168的活动 你就打电话直接来找我 或者是 你们还没加入我Liott 你可以借由Liott 或已经加入的来 询问这个168的活动 要怎么跟着我们一起 同步进行 那YouTube的频道 我也欢迎你随之扫描 随之你可以定格画面看 那下个阶段还有新的股票 再跟各位做说明 谢谢 其实有些股票的季报已经快出来 你要看它的位阶 因为今天8号了 应该在下礼拜 季报陆陆续续都会出来 你们要特别注意 我有在跟各位讲的一些股票 当然这张股票 我们追踪很久了 当时在743块 我说奇怪 那么好的季报 就能打到743 好可惜 结果也没有让各位失望 当时 我们后来看到它纳入了 这个中型100指数 材料KY纳入了中型指数 所以从743一口气涨到1235 我相信那段历程 大家也看过 然后后来我在节目中也说 这个千元以上股票 因为现在季报要出来了 你看这个3661的4000KY 我跟你讲 都已经到3000多块 真的 我真的 我明天我要记得 我把那个80几块 我跟我助理讲 把它找到 找回来 我80几块 那时候有做过事情可以玩 这也是光荣于意 我也没想到后来会到3000块 不提外话 所以那时候建议大家 参加除息 那他也没有让各位失望 除息后表现最高的时候 来到了1265块 你问我说 如果以他的价值 1265会不会是最高点 我到现在还觉得应该不是 虽然他曾经跌破1000块过 因为我们讲实话 我当时他全职还原 是已经接近了1450块 我相信观众朋友也都看 后来 这个也跟各位报告 他8月赚了7.92 7月赚了6.26 那 而后我都有帮各位追踪 甚至于跌破1000块的时候 我不想讲 我是因为觉得 他业绩真的不错 10月又在创立此行 我今天会提醒各位就是 他的 第三季的季报快出来 到时候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毕竟 有点感情在 700多块就跟各位报告 最高的时候 全职还原到1400多 涨了将近一倍 我总觉得如果以1000块以上股票来看的话 他的获利能力应该排名前三名 排名前三名 大家可以 你不见得说一定要等他季报出来的时候 再去追 有时候当个长远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错 不错 那这档股票 为什么今天又拿出来讲 当时312块5毛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结果 桑红从 1.5 一口气 一口气涨了22块钱 涨了22块钱 那今天我又要拿出来讲为什么 因为有些股票 它名字叫AI 所以它曾经风光过 也曾经因为AI 让它的股价 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可是当 EPS一开出来以后 又好像要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你看一看 双红的第三季的合并毛利率 是26.54% 税后赚了4.91亿元 双双创单月历史新高 股价没创历史新高 它单季创了历史新高 上半年度才赚6块钱 结果第三季 它一季可以赚5.71亿元 昨天其实我在盘中的时候 我就讲 它已经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结果它今天选择 用跳功的方式直接跳上去 那像这一种 你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不好 昨天是碰到了下降压力线的切点 直接今天跳空跳上去 所以 这也不算新的股票 你看这个 你们就要特别留意 因为过了以后会有新的想法 昨天刚好碰到这切点 碰到切点 今天跳空过了 过了以后你看 往左边一看 是不是跟价钱指数 跟二三年电子股一样 都是所有军线往上 站上所有军线自上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AI的股票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一看 回来了 不是 不是 AI不好 已经慢慢的有 那个 因为价钱指数这波这样回来了 你看回来了 二三年电子股也回来了 对不对 连台积电 也回来了 那当你看到这种箭头都往上的时候 你应该有期待着 更好的一波的行情 在等着各位 所以我才会讲说 你如果手上有AI的股票 你闷很久的 我们刚好有这个 强强棍连发168的活动 你就打电话来找我吧 我专门帮你们开辟一个 AI的通道 把你的AI反败为甚 那至于这个活动的 这个所有的内容 就在这里 我就不念 好不好 我不念 那同样的 我们每天也会跟各位讲说 你还没有加入YouTube频道的 请你加入YouTube频道 你除了可以借由广告电话 跟我联络以外 也可以借由Lite跟我们联络 明天AI会更好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口识人因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